就是 鹹酥雞 是不是 蘇星姐 沒有吃過鹹酥雞 這不算台灣人 對 我跟你講這一家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東西很有名 也就是它雞排系列的產品 對 它雞排系列的產品 是有包水果 包什麼竹筍 你知道嗎 可是它的鹹酥雞 對 它也是在那一顆 然後它的鹹酥雞 你可以看它這個四季豆 一般四季豆直接炸得下 那種乾扁四季豆對不對 它裹粉 它是裹了一層薄薄的脆漿 來試試看 試試看 它已經換掉了 它那個脆漿還是脆的 我第一次吃這樣子炸豆子 酥酥的這樣 是不是 你要知道它熱的時候 可以有多好吃 因為它的薄漿是很薄的 不會像有些是厚厚的一層 然後都吃到這樣 很厚的都在吃這個粉 那種夾混 該怎麼說呢 就是外面裹的那一層 是酥的 是酥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豆子 還是清脆的 酥脂脂脂脆脆脆的 它還維持清脆的那種蔬菜的感覺 是 鮮海魷魚 超有嚼勁的 超有嚼勁的 什麼 你是想到了Sam老師的豬排嗎 好吃 好吃對不對 它那個超有嚼勁的深海魷魚 我覺得先說剛剛肅清講的 在台灣你沒吃過鹹水 你不是台灣人 真的 他今天如果不是冠軍 我必須了 好 來 公布 來 不是 所以跟他們講 因為最後一個嘛 當然是給他囉 第一名 只是名歸 所以真的 一定是 都是輸到後 對 好 但是它的熱量呢 1440 太多了 最主要是你大概好一個 怎麼講 雞排的話 100公克雞排 大概將近360大咖 但是我原本都沒有那麼多 當然我看你們之後 我們都嚇一跳 所以你們那100公克 400大咖 跑不掉的 我就知道你會說這個 我的已經留下來了 對 這樣比較好一點 對 沒錯 如果你光是吃裡面的 雞胸肉的話 其實熱量很低 雞胸肉是所有的 對 所有肉類裡面的熱量最低的 聰明 聰明 好